卓西湘湘湘长杯校季田径锦标赛 9月15号在丽山国小正式展开了 在每年下半年由卓西湘湘内八所的小学轮流成半 而每次举办十个国小的选手都全力以赴 希望能够在竞赛中获得好成绩 也透过这场比赛促进学校之间的交流 互相观摩以及学习 卓西湘湘湘长杯校季田径锦标赛 在9月15号在丽山国小正式展开 在每年下半年由卓西湘湘内八所小学轮流成半 每次举办时各国小的选手都全力以赴 希望能在竞赛中获得好成绩 也透过这场竞赛促进校群间交流 互相观摩跟学习 卓西湘八所学校田径选手一个运动竞技的舞台 透过这样的竞技提高我们小朋友的运动技能 还可以以赛会友 希望各位小朋友在活动当中除了比赛之外 可以互相的交朋友 互相的切磋观摩跟学习 竞赛当天卓西湘长田桂花也到场 在致辞时谢谢各校的校长 教师们非常认真训练选手 让卓西湘每次出外比赛 不管是在现运 全国布农族运动会等等都有亮眼的成绩 也希望你们用热烈的掌声看到小选手比赛的时候 都能够有奥林逼刻的粉丝的精神 为我们这次的田径抗赛 选出最好的选手 大家一定都要努力比赛 那天气不稳定 所以希望所有的选手们 一定要记住刚刚乡长说的话 安全第一友谊第一 比赛一定也要第一 最后女生田径的总锦标 是由丽山国小冠军 卓西国小亚军 太平国小获得季军 田径总锦标男生组 由卓西国小冠军 丽山国小亚军 太平国小季军 记者高双双卓西湘采访报道